大家好,我是龙道 今天我们通过卫星地图来了解龙脉 我们知道地球的话是由三条大的龙脉组成 分别是东大龙、西大龙和南大龙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南大龙脉山脉的走势情况 所有的山脉的话,尤其是大的山脉发源地都是从昆仑山 也就是说帕米尔高原开始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边这一条线的话就是昆仑山脉的一个走势 而它的发源地昆仑山的话就是这一块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南干龙也是从昆仑山开始发卖的 然后为什么叫南干龙 等一会儿大家应该就知道了 然后我们顺着这条山脉看一下 这个颜色比较深的山脉是什么 就是喜马拉雅山脉 也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珠穆南马峰就在这条线上 然后再往下面走 那么就走到了云南 在云南西双版纳这里就分成了两个支线 黄色的话就是一条支线 红色的话它是主线 支线的话它过老窝越南最后到胡志明市结束 而主线呢它迈过了泰国 以及最后一直往下面走到达了马来西亚 最后呢穿过新加坡一直到了这个亚加达 然后顺着这条山脉也就是这一块的群岛继续向南方延伸 延伸过去之后的话它就到了这个巴布亚星级内亚这一块 然后呢在这里又分出了一条支线 这条支线主要是到澳大利亚的 最后呢是在墨尔本这个地方结束的 这条支线就完了 然后我们回到主线 主线的话继续这些群岛上面走 比如说索罗门群岛就是下面的这一块 继续往南 那么就会经过洛亚地群岛一直向南延伸 最后呢我们就会延伸到这个奥克兰 奥克兰的话走过来之后就到了新西兰 新西兰我们继续往下面走 那么就到达了这个终点站南极 之所以叫做南大龙山脉 主要的原因它是以中国为标准 一直向南方延伸的一条山脉的走势 后期的话我们还会更新其他山脉的一个走势情况 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再见